对 好 马上请说我们的 李荣浩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的锋芒 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 变化越在曾经约会的地方 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帐 保持有了习惯 你说自己过得还算 幸福美满 喝了几杯唱了几段 你却哭了 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 听你说话和你故事走发 我得到了惩罚 截了眼我不习惯 没有你我怎么办 三年零一个礼拜 才学会怎么忍耐 你给过我的伤害 是没有几句怎么办 结了点感伤悲伤 我也不想 我得到了惩罚 我也不想 我得到了惩罚 谁也不想 我得到了惩罚 李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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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了眼我不習慣 沒有你我怎麼辦 三點零一個地板 才學會怎麼忍耐 你給過我的傷害 只沒有一句怎麼辦 截了眼裡愛上悲傷 我也不想 謝謝 謝謝李宗浩 歡迎李宗浩 你好 你好 截焉這首歌是《新山集N》裡面的 對 為什麼是截焉呢 是為了勸大家不要再抽焉了嗎 最好是不要抽焉 不要抽焉 再來呢就是我覺得截焉應該是形容 截掉一種習慣吧 是在感情觀裡覺得 兩個人在一起時間久了 後來分開了 就截不掉某一種習慣 所以我就寫了截焉 就是李宗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之後 你知道嗎 本來呢我們是沒有點唱團這個環節了 對啊 可是那四位呢因為你來了 你的歌太好聽了 他們也很喜歡 所以呢他們強烈要求 站在遠處的那個二三樓在演唱 好嗎 讓我們歡迎圓明老師 愛姐 劉維 新朋友 小敏 大家好 我們小敏 你們背後呢都是我們的酷狗超級K歌機 而我們酷狗超級K歌機當中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就是你們唱歌會打分的 對 你們剛剛唱的已經有計分了啊 我覺得呢我們先看新朋友的好不好 汪小敏 四八零二 哇 四千八百多分啊 謝謝 不出意外的話 你就是今天點唱團的第一名 維維 他們覺得我作弊 所以給了我們一個零分 因為覺得好像並沒有人唱啊 就在放原唱 他們我不要比了 我要跟小胖老師比 小胖老師有分數嗎 最看好的小胖老師 一千六百零一分 大家如果有注意看這個節目的話 都知道我被所有人嫌棄我唱歌 但是今天各位 我三千一百六十分 我的評級是A 讓我跳下去吧 愛姐 聽說你這個很喜歡加的K歌機 當然我非常喜歡 家人都喜歡 所以呢 今天呢也把它安排在我旁邊 這是我的弟弟 給大家介紹一下魏詩泉 酷狗超級K歌機呢 就是您的家庭KTV 所以榮浩 這個機器這麼好玩 你會買一台酷狗超級K歌機 到家裡面去嗎 我會啊 對 感覺這個機器在家裡 全家一起唱很開心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這個裡面的歌曲的純粹量 非常非常大 我相信還有很多 可能媽媽也可以唱的 是 現在之前的朋友 如果你們也對這個 酷狗超級K歌機感興趣的話 歡迎618上天貓 搜索酷狗超級K歌機購買 像現實優惠 好嘞 再次感謝李洛浩也 感謝四位好不好 來 請四位 就位 我們的節目一播出啊 很多朋友都說特別的好看 是 但是呢 其實留給我們百人 從我們展示自我的機會不太多 是 所以我們稍微修改了一下下 我們的節目規則 一起來了解一下 每期一百位歡唱達人 與實力歌手 共唱經典歌曲 隨機抽取的三位幸運達人 將展示他們的故事和歌喉 實力歌手選擇其中一人合唱 三輪過後 最終產生三位歡唱達人 與實力歌手一起共歡唱 拿起各位的話筒做好準備 接下來 你們將要共唱的歌曲是 李洛浩的代表作之一 李白 他愛一起踩到第一集 就在离开 是为了模仿 你出门不小心 租了那幅是谁的书画 你一天一口一个 亲爱的铁房 多么不留心的模样 有一个点点书房 才出门闯荡 才会有人热情抬战 要是能重来 哭我要学礼拜 红西半年前做得好乖 没那么多人才要学礼拜 他们是有我们餐饮公司的 服务员 然后 只说我还能写写实在澎湃 都懂女孩 要是能重来 哭我要学礼拜 装作也能到那么高端 给那么多人重来 要是能重来 这个改版多了这么多机会 能够听大家共唱 对 让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表现 好 几位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非常一样 因为刚才所有人都在看那边 就那一片 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谁作为代表 介绍一下你们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 纽扣人生乐团 那今天来到这个现场 我们也是特地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要送给李荣浩老师 还有礼物 要是能重来 要是能重来 大部分人全 我认真去看世俗的眼光 哇 我学着去看世俗的眼光 我学着去看世俗的眼光 世俗的天亮 大大大大大 一百口电影没听懂一句话 看完结局才是笑话 你看我多乖多聪明 多听话 多天窄 要是能重来 我要学礼拜 几百年前做的高怀 没那么多人才 要是能重来 我要学礼拜 至少我害你 谢谢失败重败 多的女孩 要是能重来 我要学礼拜 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 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哇 谢谢 好厉害 很特别 谢谢你们把李白改成这样子 改变得很快乐 感觉想跟在里面一起唱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选出 我们三位欢唱达人 来 请看大屁股 第一位青春的朋友会是谁呢 화 零四号 十四号 八十三号 三位幸运达人 其中有一位 然后我会 一号演唱 第一位 我们看十四号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郭小平 我是成都首批的 辞政上岗的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辞政上岗的街头艺人 因为我平时喜欢 就是在街头唱歌 那我想知道怎么考 他考你什么呢 就是看你的整体的表现 如果你唱得很差的话 他会看你唱得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唱真的好 他才会给你放 所以那些考官是 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 音乐老师 有些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 老师之类的 就还蛮专业的 对 你今天带了一把吉他过来 你亮嗓会要用吉他对不对 我的吉他其实是自学的 今天带过来看有没有机会像 就是听一下李仁浩老师 你要先亮嗓 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基础怎么样 你要当这里也是一场考试了 女嘉宾的 ,"合作者,男嘉宾的 乐际非常地 小艾师。 女嘉宾的 三位 我看你 爱 爱 可不可以永远当成没有被爱 我想带你期待着我 想跟你干嘛就像这样的生活 我爱你 你爱我 谢谢 林老师 怎么样 怎么样吉他弹呢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女生可能手没有那么大力 有一些比如说F像B这样的 有种大横按的都会按得不紧 对 但是她刚才都还挺扎实的 如果那个吉他按紧了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们特别想知道有吉他吗 说有吉他就有吉他 嗨唱起来 十年来怎么可以没有吉他 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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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过分 李荣 好 哇 哇 这个世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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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 好讨厌 唱什么都把它唱成自己的歌 我刚认识荣浩是2013年 他随便在柏子湾 几个朋友们在那边聚 他就随便弹 我们就这个惊为天人 我们就知道 这家伙一定会出来的 其实现在恋情没有以前多了 小的时候最多有练过12个小时的 张迷的 然后这里场景都有一个印子 就是被这里有一个 个的 对 因为那时候就这样每天巴掌 因为那其他太大了 所以一个男人的魅力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专注力 真的 那接下来4号 大家好 我是叶小月 你好 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介绍一下自己吧 用到飞行动好了 飞行动当然 现在去吧 做吧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这节奏到你感受音乐着乐趣 我的音乐只有正常没有演戏 无论在哪里我都无所畏惧 想和你的男生带来一个最棒的舞台 他是当代的礼拜才会让你惊待 我说他的名字就叫做李仲浩 有他在的地方就一定嗨唱 四十号棒棒的 现在从事的职业 应该也是往这个方面发展了 好 我是个护士 反差超 所以你给人家打针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 我来给你打一针 我来给你打一针 现场剩下的所有歌之间的朋友 如果你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的话 欢迎随时点亮你们身后的酷狗K歌姬 如果那一天 我们都发现 好聚好散 不过是从这眼 如果我们没发现 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 谢谢 这首歌我其实之前也唱过的 对 我当那个蒙面唱这样的时候 唱过 我们台特别好看的节目 对 我唱过这首歌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 所以他刚唱的也蛮有他自己的感觉的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力量型的歌手和个性型的歌手 你会期待跟他在舞台上合唱吗 会 应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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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跟刚刚那位喜欢玩吉他的朋友比起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没看呢 应该会有 对 这个学内有了 有了 有了 第三位朋友在哪里 穿得好隆重啊你 大家好 李老师好 我是来自广东的杨冠心 是名 特别爱唱歌 特别喜欢唱歌的记忆大师 记忆大师 记忆大师 你是不是上过我们台其他的节目 对 我也觉得好像是 在四年前呢 我是有参加了我们江苏卫视的最强大了 第一季的拍摄 后面号码到底是不是四十九呢 九 你最擅长的记忆的内容是什么 我特别擅长的是记忆这个福克牌 福克牌 哎呦 哥 那都是曾经的荣誉好不好 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 来 他唱歌你有认真听吗 有听了 有听了 有听啊 歌词还记得吗 我觉得我能记住 话说满了 我试一下 好 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错了之后 直接换成下一位好不好 挑战 开始 想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当代的礼拜才华 让你精彩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这个节奏 让你感受到 HIPPOP带来的乐趣 我的音乐只有真诚 没有细味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无所畏惧 今天在这里 我要带你的女生 我跟你的男生 来带来一个最棒的舞台 他是现代的李白 他的才华 让你精彩 他的名字是 李永浩 好 我问一下原创者 他错了几个字 这个 我觉得我完全被他的 动作给洗脑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好意思 我们记忆不是重点 我们歌声是重点 你的亮伞歌曲是什么 是首来自其有歌的 忘记你我做不到 那你是做不到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许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要是爱是痛苦的你走 让我们一起跳 这个尾音结束的时候 忽然变民族唱法了 一起跳 觉得他唱得怎么样 唱歌的话 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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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好 挺好 对 不要 不要期待我说什么 恶语伤人的话 我很晓得 对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 就随自己的心情 心情吧 那一句就挺恶语伤人 那我们的第一轮的 三位欢唱达人 已经亮嗓完毕 那究竟李荣浩会跟谁共唱这首歌曲 四位点唱团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4号 记忆大师吧 记忆大师太完美了 我跟讲 就记忆大师 记忆大师很棒 真的 还有一个13号你觉得怎么样 我 吉他的那个难过灵窝症的 对 我觉得记忆大师 记忆大师有没有 有没有 还有一个重点歌 李荣浩老师你是不跳舞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想象一下你唱歌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一直 伴舞 应该怎么办呢 好 今天李荣浩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不要说话 Eason 为什么会带这首歌来呢 我觉得这首歌写的 我觉得词曲太厉害了 对 有些什么拿一支黑色铅笔 画一出沉默舞台剧这样 这个你想象他在写什么时候才能想出这种画面 很难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一个好的作品就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没有再公开的奖合唱过 接下来谁将和李荣浩一起合唱这首歌曲 三位霸屏的欢唱达人 请做好准备 如果想好的话 就到我们的酷狗超级黑歌机那边 选出你想合唱的选手号码 挑战自己 加油 挑战挑战 好好跟他唱 有请李荣浩 有请李荣浩 李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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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香 暂多 不知飛哪兒去 聽到他在告訴你 說他真的喜歡你 我不知該躲哪裏 愛一個人是不是應該有默契 我以為你懂得 每當我看著你 我藏起來的秘密 在每一天晴晨裡 滿腔咖啡 安靜的那給你 願意用一支黑色的鉛筆 畫一出沉默不再去 燈光最亮也抱住你 願意 在角落唱下要歌 再大聲也都是給你 請用心底不用說話 愛一個人是不是應該有默契 我以為你懂得每當我看著你 愛一個人是不是應該有默契 在每一天晴晨裡 滿腔咖啡 滿腔咖啡 安靜的那給你 願意用一支黑色的鉛筆 畫一出沉默不再去 燈光再亮解不住你 願意 在角落唱下要歌 再大聲也都是給你 請用心聽 不要說話 不要說話 我願意 用一支黑色的鉴笔 回处沉默不再聚 灯光再亮也抱住你 也抱住你 愿意再让我唱沙哑的歌 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请用相听不要说谎 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鉴笔 花一出沉默不再聚 灯光再亮也抱住你 也抱住你 愿意再让我唱沙哑的歌 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爱是用相听不要说谎 investors 李融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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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 感作 每三分 清爽 水润 用多分 好了 欢迎回到我们的嗨唱起来 刚刚荣浩为什么选择了说唱歌手 没有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推荐的话 我就再选也有一点对其他人不公平 对 然后这个女生的话 也都拿到这儿了 其实也得到了挺多的 我觉得 对 所以就想跟你一个rapp 合作一首慢歌 我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我今天可以跟你合唱 我觉得很棒 好荣幸 好 再次感谢 谢谢 好 谢谢小悦 用一只黑色的牵笔 花几处沉默不再去 灯灯在两街帮助你 一百位欢唱达人 接下来你们将要共唱的歌曲是 李荣浩的代表作之一 《摩特王》 本环节由酷狗超级K歌机提供点唱支持 再加唱KG用酷狗超级K歌机 天猫搜索购买想现实 本日游会 秀谈 宣化里的服装 为人世的渴望而战战 用完美的表情 为最弱的诚实而撑着 我能不能接受 你着急的等待也更深 这几号 这个好像 这几号 像不出声存在 出窗里的魔杖 像张记者 粗犷版的 粗犷版的 除了灯以外 我还能开解什么 除了灯以外 我还能压着什么 除了你以外 还等你来那一刻 再见你以外 在不安的是什么 在外面以后 想回忆的是什么 在离开以前 能否再见那一刻 记得 你的眼睛 想回忆着 我的手臂 想回忆着 谁说世界 早已没有选择 我 生着我会 欺负你回来的 这几分钟情歌 没什么 牵手就凭 我们还活着 每次100位在演唱的时候呢 我们在注意 有哪一些欢唱达人 特别博人眼球 对 刚才有一个心 好像有一点像 跟我 是跟我 34 在那 哈啰 哈啰 我姓陶 叫陶容 荣华老师好 嘿嘿 你好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他是我同事 然后他是一个服装师 他自己微信头像 也是您的照片 对不起 陶荣华老师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您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有朋友跟我说 说你特别像一个歌手 李荣浩 然后我在百度上 搜您的照片 然后就发微信给我妈妈 我妈说你拍艺术照去了 真的 最后我让李荣浩给你个小小的私心 送你一句祝福好不好 好好 祝你的这个造型越做越好 也是真的很走心 谢谢 老师 谢谢 来 除了他之外 各位还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一个好像是很有意思的打扮 对不对 我忘记他是几号了 但他穿得很像那种 油漆公的 对 63号 63号 对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威斯嘉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 天津的 平时也喜欢唱歌 对 我可以用李荣浩老师的腔调去唱这些歌 哦 村里有个姑娘她叫小方 那李荣浩老师笑了 笑不笑 我等一下 先听她唱吧 请别自作有唱 来 本本的刘浩老师觉得像不像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他把我那个咬字放大了 对 我前面是有一点咬的比较硬的 就村里有个姑娘在家相放 对 但是他就村里有个… 我不会这样唱歌的 对 对 对 谢谢 送个祝福吧 哥 好 就在你自己喜欢的专业的歌 我觉得领域越来越好 谢谢李荣浩老师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谢谢这位小伙子 很有心 从天津飞过来 对 好了 我们先看 三位有可能入围的欢唱达人 他们会是谁 来 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期待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会是谁呢 97号 33号 19号的朋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49号 大家好 我叫李亚梅 我来自北京 我的职业就是模特指导老师 走秀摆姿势你都负责指导是吗 对 身体礼仪还有走秀我都会有 你这样好不好 这位李亚梅老师 你用简单三句话来指导晓敏走一段好不好 好 来 第一句 抬头挺胸 单手插腰 走一次步 超薄 非常的大 特别赞 谢谢老师 谢谢 李亚梅老师 你好 就是特别欣赏 就是上年这样有才华的音乐人 谢谢 来 我们来聆听你的亮丧歌曲 当我的三位分美好 盈盈被他惊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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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还蛮好的 因为这首歌就比较朴实的 直白的嘛 就我好怕就是可能有人会加一些 就是各种转来转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很直白 很舒服的 这段评价就意味着它有可能被选到 然后合唱 是 好 要不了解一下97号朋友吧 是不是小哥哥是不是 是的 小哥哥 你手里面拿的什么 大声告诉我们 噢 剑烟 在二三十岁年纪 玩着自拍 唱着歌谣 听着作曲家李荣浩这位少年写的有理想 心中的歌手梦时常会被唤醒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河北的李一新 我老乡啊 嘿嘿嘿 今天我觉得我的梦想也实现了 我要跟李荣浩大哥开唱起来 哇 就你了 你的亮嗓曲目是什么 因为之前荣浩大哥在《无限歌谣机》里面 翻唱过《你要的爱》 所以我想演唱两句 看能不能得到荣浩大哥的肯定 加油 加油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又像个大男孩 风却又日晒 我自由自在 你好像起高了 不是 他唱的是另外一首歌 对 另外一首歌 对 他只是词对了 然后曲是另外一件事 是改过吗 老师我稍微改了一下 是你改的 原版的旋律是什么样 我好想听 我都忘了已经 被他唱完以后不归了 你听到原版的怎么唱 对啊 起叫声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怀 像一个小孩 直到在你怀里怀 你要的爱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像个大男孩 风却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好 接下来 33号 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我叫应子月 子月就是子时月圆的子月 大家好 这个名字很好听 很好听 对 好紧张 手都出汗了 让我擦一下 我本来不是很好意思 讲我的职业 因为这里有三位 这么厉害的前辈 其实特别不巧 我也是一个唱作人 创作人 不用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都是创作人 是啊 写过多少首了 写过有200多首 从17岁到现在 哇 发表过了几首 有发表过 但是可能大家 不是特别熟 就是 写过 我听到有人喊了 你听没有 有人知道 18号你听过 写过 写过 我的妈呀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真的不要小看自己 真的不要小看自己 我以后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其实 懂你啦 我觉得此时此刻 李荣浩老师 不应该给祝福给你 应该鼓励你 对 我说一个 我自己的心情好了 我也是写歌的 我差不多19岁的时候来北京嘛 那首写歌 一开始一年只卖两首歌 然后一首歌没有多少钱呢 我也曾经像你这样想过 我说 哎 我写那么多歌都没有人 知道我们幕后的人是谁 但你就觉得 只要它是一首好歌 你相信我 它可能是你在发的今年没有火 五年或十年 它一定会火 所以不用想太多 你就想一件事 写好歌 谢谢 我会的 谢谢 有些事不好意思说 不过我到去年 王菲都还在退我的稿 前年写歌给纳英 纳英也觉得不好听 我到了现在 已经写了二三十年了 都还是在被退稿 所以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被退稿才是正常的 写歌重了 那是你音乐道路上面的 一件很幸运的事 然后永远懂得感恩 我觉得你会写得很好 你其实刚刚的歌还不错啊 真的还可以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自信地告诉我们 你的亮伞歌曲是什么 甚至化的水手 好嘞 这个最好 这个最好 那接下来 就是属于你的霸评时间 其他的格子间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觉得 被他的歌声打动的话 或者想一起唱的话 随时点亮我们的K歌机 来吧 有请这位朋友开场 蓝色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策马 母亲的哭泣 永远难忘记 年少的我 习惯一个人在海边 逛街苦角逛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天地 总是一位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若不尽风闹钟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会听见水手说 她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她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谢谢 一首非常励志的水手 三位欢唱达人已经亮嗓完毕 来 请看歌单 至少还有你 哦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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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带过来 这首歌新歌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就记住了 喜欢了 对得非常非常棒 好歌 真的好歌 对 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和其中一位一起合唱这首歌 好 接下来谁将和李荣浩一起合唱这首歌曲 三位霸平的欢唱达人请坐好准备 如果想好的话就到我们的酷狗超级黑歌机里边选出你想合唱的选手号码 来 请三位评好就位 来 请三位评好就位 来 请三位评好就位 我要抱着你 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 有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为了你 我愿意 要距离 她唱的合身哦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血的痕迹 直到深 buscar变得模糊 她蛮配的一个感觉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 心影不离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掌心的剧 我总记得在哪里 我要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血的痕迹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 心影不离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掌心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我们老不容易 我们身无有机 我怕时间太快 不够加密 但自信 我怕时间太慢 日夜大昔 失去你 很不得意 也只剩海头 永不分离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掌心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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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谢谢两位 我的妈呀 好漂亮哦 两位请中间站 整首歌曲 你们都没有敢太靠近 大屏一打开 然后紫月走来 其实很多朋友觉得 蛮期待他俩的合作的 为什么最终会选了紫月 首先 对不起 上面那两位 还有我的歌迷朋友 我其实是很期待他的感受的 我觉得他比另外两位 更需要在电视机前唱一首歌 让大家知道 写歌人不光只是能写 还有能唱的 所以 对对对 当时就想觉得 我们就两个创作人一起唱首歌 好 谢谢 紫月合唱完感觉怎么样 好过瘾哦 你手上还有汗吗 还有 不是就很过瘾 但是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真正一起唱我们写的歌 是是是是 很希望可以有这一点 很希望可以 真的吗 是是是 真的哦 对对对对 真的真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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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抱抱抱好不好 抱抱好不好 抱抱抱 抱抱 来 谢谢 谢谢 希望你更好 谢谢 不会的 好 祝福你啊 让我们谢谢紫月也谢谢 谢谢 谢谢李荣浩 谢谢李荣浩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记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好 接下来剩下的隔子间的所有朋友们 又是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了 因为接下来 你们将要共唱的歌曲是李荣浩的代表作之一 不将就 谢谢 三里三 虚度了多少的年头 仿佛足够 写一套错爱的春秋 如果以后你爱上为谁 荒废美好时候 点泪只能在我的胸膛 毫无保留 不想折磨到白头 悲伤坚决不放手 开始就剩之后 再有被人放大了自由 你的宝蝶在泳涌 看清又重又享受 如果我说我会抵护马胸 谁能逼我抢救 他们不过抢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轮的三位欢唱达人 我们就让弟弟再憋一会儿 我们先了解别人的故事 行 行 行 你说了算 只要选上了就可以 无所谓 我们先看看一号吧 介绍一下自己 来 李荣浩老师 我非常喜欢你 老李荣浩老师好 你好 我叫陈芝毅 来自重庆 我人生中最大的两个兴趣 就是吃和开心 所以你是一个好吃的妹子是吗 对 你今天的亮嗓歌曲是什么 我今天想唱一首《左边》 你不足复着 你才是我 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左边》 伸出右手 想陪着你 向前走 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 那么深深爱你的我 相信你会了解 谢谢 我先说她唱的好了 就可能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能感觉到她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唱得很投入 好了 不要喜欢 来 60号的朋友是吗 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大家好 然后我叫于峰 我之前在国外读金融 在美国 然后后来是属于比较一意孤行这样 回来再唱歌 然后现在在北京做音乐这样 所以当家里人得知你就做音乐 他们会反对吗 会 我爸还跟我说 你看家里面给你计划了这么多 然后你却说休学就休学 反正你以后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是跟家里闹掰了吗 一度闹掰 现在就是互相理解 我觉得很多的音乐人们很容易遭到家人的反对 我小的时候弹吉他的时候也是 爸妈就非常的反对 因为在他们脑海里面 弹吉他又是那个长头发 非常叛逆 这样叛逆了几年 家人几乎是在一个绝望而崩溃的状态 后来呢就是当您拿了金曲奖 妈妈态度上会不会有转变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标准的 我们中国的就家庭妇女 他老家是山村里的 然后我说妈我拿金曲奖了 金曲奖 妈说拿奖了 挺好 恭喜 你那个什么时候找个工作 就是在妈妈的眼睛里面 就不管你什么 她希望你稳定 其实我觉得家人 她不是阻止你去追逐你的理想 只不过是她不懂这个行业 最后将来会怎么样 她也不知道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家长她想保护你 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去控制你这些东西 其实总的来说 我现在还是很知足了 还是往长远看的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属于女了 先告诉我们亮嗓歌曲是什么 亮嗓歌曲是《你不在》 王力宏的 你不在 你不在 高兴还是悲哀 你都不在 你都不在 抢空气漫不存在的被爱 你不在 你不在 但我最需要爱 你都不在 你都不在 我 让我让凡事变得更爱 我 谢谢 谢谢 你要扫一下微信二维码一会儿应该 相互关注一下 还有小伙伴脸都红了 对啊 害羞了 很紧张 还有 以上就是我们第二轮的两位朋友 究竟要怎么选择呢 不对 不对啊 还有一位弟弟是吧 弟弟 来 弟弟 来吧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魏施权 我是一个音乐剧的音乐总监 大家有来头 好奇怪啊 就我自己在台上我不紧张 就家人在台上特别紧张 我的妈呀 他今天在我耳边 说了不下十次说我好几张 我好几张 要带我弟弟我好几张 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他还不错 那我就支持他 如果大家觉得他真的不怎么样的话 那我觉得梦想有的时候 不见得是用来实现的 梦想也可以是用来调整的 而且他最近有一首新歌我都还没有听过 我挺想听那首新歌的 姐姐你要真的要听那首吗 为什么不能听吗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写给爸爸的 明白 写给爸爸为什么不能唱 因为我姑父呢 就是他的爸爸呢 其实在不久前刚刚去世 对 其实这首歌是当时 爸爸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后来在飞机上 我突然间在想说 其实离开这些家人 他们可能会不会看得到我们 或者是其实他可能会关心我们 在干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到说 想到一个标题说 就叫《现在的你还好吗》 想问问现在的你还好吗 想知道你也在想我吗 不能想过去和你说说话 泛泛就照片当作喝汤 现在的手脚虽然很冰凉 可只要想到你的脸庞 仿佛听到你在欢声歌唱 心中的温暖依然滚烫 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还看着同一片天 所以也不必再惆怅感伤 你一直就在我身旁 很动人的一首歌 我觉得音乐人有一个比较战巧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种 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 对这个已经不在的 这个亲人的一个抒发的方式 我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爸妈 都相对比较腼腆 就是他对你有什么感情 他爱你 他不可能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我爱你不可能 但他会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东西体现出来 有个很小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爸很喜欢车 然后那后来到我爸去世前几年 跟他聊 对对 什么车好聊聊聊了很久 然后但其实直到他 他后来离开了以后 就是还是买不起 真的就是买不起 我没有想过 我的成就你能不能看到 我就想我好想给他买台车 对我只想过这一件事 别人都没想过 这其实是几种感情比较复杂 我其实是听了荣浩说 他很想给他爸爸买台车 我觉得特别难受 因为我父亲也很早就去世了 我们有很多的遗憾 比如说我的遗憾是因为我太小了 那会儿 我的遗憾是我从来 没有跟我父亲证实过 他到底爱不爱我这种事情 可能我们人生总会有一些 跟亲人之间的遗憾 然后这种遗憾都尽量在我们 能够有能力的时候 当下都尽量去完成它 不要让它变成以后的一个 后悔或遗憾 有的时候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些亲人 提前先走 不用太难过 也不用太伤心 就觉得他们依然还在就好了 让自己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也会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会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全仔 全仔 我为你鼓掌 棒棒的 第三首歌单是什么歌呢 请看 《如果这都不算爱》 对 《学有歌》的一首歌 怎么会选这首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年纪 我没有听过这种慢歌摇滚的 然后在我前面几年的巡回演唱会 我其实有翻唱过这首歌 了解 所以我想找一个人跟我合唱一下 因为演唱会我都自己唱 我们就得问问咱们的点唱长的朋友了吗 究竟有没有推荐呢 我是觉得我弟弟在这个环节 如果上去唱就有点不合适了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这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他真的足够有自己的能力走下去的话 还是让他自己努力就好了 《小爱》太客气了 那么就60号好了 哎呀 小胖老师 开玩笑 我也觉得就是爱姐刚刚说的特别对 所以我也觉得要不让60号下来吧 因为我想让60号下来 跟汪小敏离近距离见一见 因为刚才唱完了还没有见过 就是离近距离的那种感觉 所以汪小敏你觉得呢 就是我觉得他首先这首歌 我刚才觉得跟他还蛮搭的 因为他头发有点像浪子 就是那种不羁的感觉 就蛮适合这首歌的曲风的 哇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什么算爱 好 那所以请荣浩 好 还是要走到我们的酷狗超级 黑哥鸡旁做出您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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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必须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酷狗K格机操作起来感受怎么样 很舒服 屏幕操作得很流畅 那种触感 有请李荣浩带来共唱歌曲 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否爱就天忍耐 不问该不该 都怪我没能耐 转身走开 难道心中才精彩 伤痛才实在 要为你留下泪牌 才讲明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活该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只要被期待 不要真正去爱 Oh no 爱要怎样的表白 才不占独白 都怪我没能耐 转身走开 难道心中才精彩 伤痛才实在 要为你留下泪来 才真是爱 你的感情才一颗爱 把未来转眼就想盖 你的感情才一颗爱 你空白了几块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活该 Oh no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有什么好悲哀 你找的是宠爱 并不是谁的爱 Oh no 好的 谢谢两位 两位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他精益跟我本 有一点点的相似 我就想要不然就 我们一起出来唱一下 我觉得他还挺专业的 然后那些和声什么的唱得都还蛮好的 对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律动也抓得到了 你当唱歌的时候好像和前面有互动 我也不知道你在和谁互动 我对镜头互动 没有 可能 没有 送祝福 我想说的是 希望你继续做你觉得认为对的事情 别人怎么看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加油 好 谢谢 铭记 好的 谢谢 谢谢容浩 谢谢 加油 谢谢 加油 谢谢 如果街头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 谢谢 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活该 等一下我们今天的幸运达人呢 他们三位要合作 演唱我们李荣浩带来的第四首《思佳歌单》里面的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首歌是《道香》 杰伦的 我觉得这个歌很适合在一个最后一个的地方 因为轻快也带一个感觉可以一起唱一唱 对 因为我们有演杰伦的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 然后我们在整个音乐剧的最后是全场大合唱《道香》 我还蛮期待的 那我们就请三位带来《道香》 有请 哇 哇 你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刀向河流继续奔跑 微微笑 这时候的梦我知道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人要这么的脆弱陆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清醒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 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刀向河流继续奔跑 微微笑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不要哭 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配到最初的美好 合手给我们好吗 希望大家能拥有个开心的夜晚 不要哭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 为自己的人生鲜艳赏色 想把爱途上喜欢的颜色 笑一个吧 勾住民族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童年的吃飞机 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所谓的难快乐 车角在天里追 轻轻追到累了 脱下水火被蜜蜂给叮到怕了 谁在口上呢 我靠着灯草人追着风 唱着歌睡着了 喔喔 我和其他在拥命中更清脆 喔喔 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 睡醒一觉就算没有拥有 喔喔 那张灯和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跑得被别人挂 也飞得被别人高 正来大家看的都是火花的麻烦 大家唱的都是无限的歌 满满的幸福不让你看见 温暖的幸福在她心里面 有空就得躲握握她的手 大约牵着天一起梦 还记得了你说家 是唯一的城堡 最终套响 可有些气氛包 微微笑 这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让萤果冲到这一套 把温暖的药 永远的依靠我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谢谢 谢谢 果然我觉得 荣浩真的非常会跳歌 太好听了 真的很多惊喜 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也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唱了很多我喜欢的歌 很充实的一个一天 非常的开心 也很荣幸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是 我们也要谢谢荣浩 今天带着他的故事 带着他的歌曲 分享到了动人的心情 也分享到了那种不放弃和坚持 所以呢 就像在歌曲里面唱的一样 我们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回到最初的美好 在节目的最后 我要祝福李荣浩 就将来创作 更多好听的歌曲给我们 没错了 记得下周同一时间 锁定我们江苏卫视 海唱起来 晚安 海唱起来 感谢《多分目一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喝了几大碗 你就再离开 是为了魔法 你出门不小心 突然那幅是谁的书画 你一天一口一个 心爱的天方 多么不流行的模样 守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怂恢备 对本节目的地步 多么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